先广播一下 好,我证明哪一个呢 期望值里面有三个定理 E of C等于C 第二个是E of CX等于C E of S 第三个是E of S加Y等于E of S加E of Y 那我们证明的是第二个定理 第二个定理就是E of CX等于C E of S 那怎么证明呢 我要证明定理由E of CX等于C E of S 那E of CX是什么呢 根据期望值的定义E of CX就等于CXPS的总和 所以就CXPS的总和 套这个定义就好了 那套这个定义之后 接下来呢 根据基本算术 常数项乘以一个总和 可以把常数提出来 所以就把C提出来 这是根据基本算术 那接下来呢 当你提出来之后 这个中里面的这一个 XXPS的总和就是E of S 所以最后变成C E of S 这样 了解吗 所以全部都是根据定义 要不然就是根据基本算术 要不然就是根据集合论 就是已知的东西 你才可以拿来当证明的那些基础 OK 所以这个第二个比较简单 比较难第三个 第三个你要回去想 第一个比第二个更简单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第三个各位可能要想一想 因为它有两个变数 所以你两个要怎么合勒 那这一个如果算不出来 无所谓 因为它可能有牵涉到 两个随机变数的共变异问题 那至少一二要证明 那同样的变异数的这部分 一二你一定要证明 三的话呢 三的话呢 是SY彼此独立的时候才是这样 那这个就不强求了 之后我们可能有时间会证明给各位看 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习题 那请各位再仔细看一下 有问题可以马上问